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民伦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 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呢 每天的节目都会跟郑州大水呢有一些关系 那么有的网友呢就跟我讲 就说郑州大水过去了 不要天天去讲这个洪灾 灾难毕竟是看上去心里面很难过的 我呢是告诉大家这个洪灾远远没有过去 因为这个灾难它的突然到来绝不是什么 是你认为的所谓天灾 是天上降了几场大雨 它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人祸 是开砸泄洪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灾难它远远没有过去 我们一定是要多谈要多总结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里面的真相全部暴露 那么今天郑州的情况 明天就会发生在其他的州 什么柳州了 昌州了 昌州了 都可能出现 全国都会出现 只要共产党领导 全国处处九州都是郑州 所以说呢 对于郑州大水呢 我们不可能不谈 它在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 基本上每天我都会提到一部分 跟郑州大水有关的内容 我们揭露郑州大水洪灾里面的这些真相 目的就是什么 目的就是唤醒人们 让人们早坐预备 不要依赖共产党 不要依赖共产党这个党和政府在关键时候 我会来救你们 他们害你们还来不及 要学会自救 能够自保 最终才在灾难中能够逃生 这是我呢 最近节目里面 都会出现一些跟郑州大水有关的这个状况 当然了 一些实现的时政新闻 我呢 也会优先跟大家播报 今天呢 首先要跟大家谈奥运开幕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 奥运会呢 在东京开幕了 东京这个奥运会呢 是历史上首次 第一个呢 首先改期 改期呢 在奥运历史上就不多 那么有时候呢 因为战争 因为灾情 改期呢 是存在的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东京奥运会是因为瘟疫的问题 因为武汉疫情的问题 他不得不改期 但是呢 一个观众没有呢 这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东京奥运会是不安排任何观众进场的 就是运动员们在比赛 那么极个别的场地呢 是有观众的 绝大部分的场地是根本没有观众进场 所以说 一个没有观众的奥运会本身就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呢 毕竟是奥运会 日本又准备了那么多年 投入了那么大的国力财力 所以说呢 很多运动员也希望通过这个运动会呢 给自己展露自己的成绩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运动员都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的运动寿命是有限的 很多人如果不参加这届奥运会 他这一生可能都没有再有机会参加奥运会了 因为首先奥运会它有年龄限制 还有你一个成绩限制 就是你必须要取得奥运会比赛的资格 而你比赛资格这个成绩 如果过了四年以后 你的年龄大了以后 你未必还能有这个成绩 你就不一定能够入围奥运会了 所以对那些精心准备了四年 准备积极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来讲 他们是相当珍惜奥运会比赛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东军奥运会呢 也正是为了满足和保障这部分运动员 让他们有参赛的机会 尽管本届奥运会是历史上所有举办奥运会所在国 国民反对最大的一次奥运会 那么日本仍然是硬的头皮把奥运会开起来了 那么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呢 中共是安排了一部分这个网络视频进行转播的 腾讯是最主要的这个转播之一 那么很多小粉红都坐在腾讯前面 看所谓中国队入场看中国运动员出场的那个代表天朝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气概啊 所以呢他们满心欢喜 结果没想到呢 台湾排在中国前面 那么台湾一入场以后 因为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一下子就把腾讯呢就慌乱了 腾讯一看哎呦台湾这个不能暴露 不能给小粉红看 台湾还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他们就把台湾掐掉了 结果掐掉台湾的同时呢 顺便也就把大陆入场的这个场面呢也就错过了 因为人家不能等你啊 你一下等着你准备再放的时候 队伍已经走过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网络上面的小粉红呢 是一片愤怒 认为呢没有看到天朝的那个伟大壮举 同时对台湾那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出现呢 他们呢就没事呢就去骂人家台湾了 尤其对台湾奥运会团体的标志呢 他们众口一词对人家呢破脏水 其实你们看到台湾奥运会团体的标志 是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 外面一圈是梅花的图案 梅花图案是被民国政府定为国花的 其实这不是民国政府的首创 在大明朝的时候 当时明朝就规定梅花就作为国花了 他呢认为这是大汉民族的象征 这个梅花象征大汉民族 就跟英华象征大和民族的日本一样 也就是大汉民族呢 在明朝时候就确定了梅花作为国花 梅花呢是零双奥雪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花朵的品种 很多人都爱梅花可以讲邓丽君有一首非常传唱的歌曲 就叫梅花梅花我爱你 那么邓丽君讲的梅花就不简简单单是喜爱这个梅花 更喜爱中华民国 所以说呢台湾团体它这个奥运团体标志 实际上是非常有美感的 但是中共呢它不允许你谈 中共绝对不允许你谈梅花 也就是说中共建政以后 他们对民国政府存在的这个梅花呢 他们是闭口不谈 虽然梅花在大清统治二百多年里面 大清是不准谈 因为大清不允许你们谈大汉民族嘛 他们清朝的本身就不是汉族 所以说在大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里面 根本不允许谈梅花 那么孙中山他率领和推动的辛亥革命 要驱逐打武要恢复中华 最终民国政府监理和民国政府率先 就恢复了梅花作为国花 那么民国政府恢复了梅花作为国花以后 延续到四九以后 共产党制作以后 共产党是不是特别讨厌国花呢 讨厌梅花呢 共产党并不一定讨厌梅花 但是共产党它不敢沿用民国政府 它主要是避讳民国政府 所以它从来不提梅花 从来也没敢在中国建立一个国花 因为它知道这个国花很难建立 很多人曾经提议中国的国花 应该是什么牡丹啦 少药啦 也就是说你们提议各种花 都有你们提议建议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汉民族的象征的梅花 这已经延续了几百年 只不过给清朝阻断了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恢复 这是人心所向 那么民国政府这个台湾奥运团体标志的出现呢 对小粉红来讲就有了极大的刺激啊 这种刺激就让他们骂骂咧咧咧啊 奥运会比赛 中国的这些义和团小粉红去看比赛 他们看来看去看什么 一是去比金牌 看有多少金牌 第二个是看谁又辱华了 这不就是他们专门要干的事情吗 东京奥运会加拿大第一天就获得了100米的蝶泳金牌 这块金牌是被加拿大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叫 麦吉·麦克尼尔 他获得的 这个麦吉·麦克尼尔不是别人 他就是华人 就是中国人 这个人是2000年 二月份出生在江西九江的被他的父母遗弃 在他父母遗弃以后 是一对美国夫妇一个做老实的一个做医生的他们收留了这个麦吉把麦吉带到了加拿大精心抚养给孩子创造一流的学习的机会和一流从事运动的机会 最终麦吉在加拿大这块自由的土地上生长得非常好 他参加了这个蝶泳训练 最终他就为加拿大拿回来这块蝶泳金牌 这个共产党动不动就宣传 说是离开祖国了什么都不是 人家就离开了祖国 人家被你祖国遗弃的 人家到加拿大 人家最终就成为了奥运冠军 什么叫离开了祖国都不是 离开了祖国才能成长 也就是这个女孩 就是麦吉 她如果当年没有被父母遗弃 如果仍然留在中国大陆 还当奥运冠军呢 他现在不在街头要饭就不错的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人生的变化 也就是你离开了祖国 你就可以自由生长 你在祖国又怎么样了 很多奥运冠军在祖国又怎么样了 宁波一个00后的七步枪的选手 首战告捷 他本人以251.8环的这个成绩 打破了奥运聚落 获得了首金 这个人的名字叫杨倩 但是这个杨倩是被中国小粉红 要他滚出中国的 为什么小粉红要杨倩滚出中国呢 是因为杨倩曾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晒过他自己有很多双耐克鞋 那时候还没有抵制耐克 后来呢 因为耐克呢 有这个新疆棉的问题呢 耐克呢 他拒绝使用新疆棉 这样也就是中国的小粉红 都去抵制耐克了 他们就想起 这个耐克鞋曾经被这个杨倩呢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晒过 他们就一起去骂人杨倩 要杨倩滚出中国去 说是你穿耐克鞋 你就是自助帝国主义 你还晒那么多双耐克鞋 你完全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 你滚出中国去 所以说杨倩亏好 这次是获得了金牌 按照小粉红期待的 就是他为国挣了光了 也就是为国挣光了嘛 可能也就算了 否则的话 如果没有拿到金牌的话 杨倩一定是当着卖国贼 给他们赶出中国去 他们早就要把杨倩赶走了 为什么呢 耐克辱华啊 耐克辱华 你杨倩还晒那么多耐克鞋 那你不是跟耐克一个闭孔出气吗 像耐克这种 不就是要抵制的吗 小粉红抵制都是嘴巴上抵制 你去查查很多小粉红 他们家里面都不会少于几双耐克鞋 和几套耐克的运动服 他抵制都是让别人抵制 都是嘴巴上抵制 好的东西他不会放弃的 耐克店如果打折了 你看小粉红把人家店门都挤破了 就这么简单啊 但是在网络上声讨杨倩 说他是耐克的走狗 这个是要骂的啊 因此杨倩是亏好拿了这个奥运金牌啊 要是没拿到奥运金牌 小粉红还不赶得走 所以我说中国的这些廉价的这个爱国者呢 他们脑袋里面就有两样东西 到奥运会上面第一是比金牌 那么好在杨倩拿了一块金牌 所以这块金牌就要挂上了 再么就是什么 再么就是看哪个国家辱华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义和川的爱国者 他们的脑子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廉价的崇高感和合法的伤害权 问题是谁在操纵他们 德国之声的记者在河南做新闻报道时候 就遭遇到当地的河南民众 当地的义和团的围攻 有的人说要打死他 有的人说要把他靠起来 随行的女凡语被人肉搜索 随后网络暴力 各种不堪入目的谩骂和各种死亡威胁 全来了 人家德国之声的记者是想报道真相 是为河南人民呼吁 是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次洪灾中克服困难 然后找到逃生的方式 为使下一次如果有灾难的时候 大家都能有一个自救的方法 人家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们说人家是帝国主义 把人家骂的狗血喷头 连人家的女翻译 你们在网络上的形成暴力 这就是河南的普通民众啊 这老百姓有没有脑子呢 这些人是谁教你的 共产党指使你来的吗 并不是共产党指使你来 就是普通的河南人 也就是这些人是没有是非不知好歹的 人家来帮助的 他要去消灭人家 要把人家靠起来 要把人家骂得不堪入目 而陷于他们死地的党和政府 他们死死地要保卫 这就是典型的九命连心啊 生在韭菜的命 但是呢 他总是操着镰刀的心 美国佛罗里达有一栋公寓倒塌 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罕见 就是美国的这个公寓啊 倒塌的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少 那么佛罗里达就发生了一栋公寓 它倒塌了 那么这件事情 中共的官媒就大作文章啊 央视是没日没夜滚动播出 不断地喧嚣 美国的这个楼房倒塌了 嘲笑人家美国 但是人家美国是敢公布 这栋楼房倒塌 每一个遇难者的楼层和他的位置的 而且美国的律师 现在已经跟政府谈判 现在打算是给每个遇害者的家属 给他们赔偿 每个人都要赔偿到1.5亿美元 1.5亿啊 10亿人民币啊 这就是美国赔出来的 也就是美国对每一个遇难者 都公布你的姓名 公布你的楼层 对你表示一种尊敬 同时政府要给你个很高的赔偿 中国会有吗 中国是马上把隧道就派军车封堡 然后就戒严 然后把尸体一车一车的拉走 最终就告诉你只死了四个人 这不就是中国官媒宣传的吗 网上有一张图片 你看没看到 这张图片我放给大家看看 这样的一个现场这么多的车子叠加的这个场面 你觉得死了多少驾驶员呢 有很多人为共产党去洗地 说是说驾驶员都跑出来了 现在这些车子都是驾驶员跑了以后 然后这些车子被水流冲击到这里 你觉得驾驶员都跑出来了吗 有很多幸存者都讲了他们自己逃跑的经历啊 其中有一个化明星李德斯基 他都不敢用自己的真名 他那是讲述了他自己怎么样去逃生的 他说当时就是三个人 他和他的老板 他老板的年轻三个人去进货的 回来以后他们就开着这个车就进入这个隧道了 当时他们进隧道时候水不深 只是雨很大 那个水深的程度呢 他认为跟正常的也没太大差别 因为外面雨很大嘛 由于他是刚刚进隧道 他是从最高点下来 他还没看到其实最低点 水至少已经淹到了车轮都淹过去了 那么他下来以后他就说 他本来呢是不打算呢穿越整个隧道的 他打算是在右边第一个出口就出去上龙海高架的 当时呢 因为他是刚刚下来从最高点下来 当时积水还不深 等到他开到右边那个第一个出口 想出去之后 结果被三个人拦下来了 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 到今天都不会有人解释 也就是他不允许人家逃生嘛 不允许人家把车子出来嘛 反而拦着让他进去 让他从隧道里面穿过 最终由于人家不可以走 他们只好退回去 最终就是什么 变成了往隧道里面走了 也就是逼着人家去送死嘛 这就是中共的管理部门 那三个穿着荧光服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谁派他们守在洞口 不允许车子开出来 也就变成了最终 整个这个京广隧道 抽口的地方 所有的车子是积压不准开 而进口是不拦的 你们下去就继续送死 这个心里的司机就是典型的 就是这个情况嘛 只是呢 他因为刚刚下来 他们下来以后 继续往前开 没开几步 他就发觉不对了 也就是水 马上就漫过他的车轮 当水漫到他的车头的时候 他凭着他的经验 他马上就打开了 他车上的天窗 他打开了天窗以后 就要求他的老板和老板的年金 马上从天窗里面爬出来 也就是准备自救 他老板和他老板的年金都会游水 他呢年龄最大 他不会游水 当时呢 他就说你们俩先走 你们的孩子还小 他们俩人都说 我们不能拉下你 要走才三个一块走 这样他们三个人 从天窗里面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水已经没到他的车顶了 也就是这时候洪流已经到了 而他们从这个车子里面出来 由于水浮起来以后他们人就飘起来了 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往边上靠 因为他们的车子在最边上 结果往边上靠 手就在墙壁上乱抓呢 就抓到了一个管子 这个管子我认为可能是这个电缆管 这个管子我猜测可能是电缆管 或者是那个用电用水的管子 反正呢还是比较粗的管子 也是比较有力的 这样呢 他们三个人就拉住了这个管子 拉住这个管子 他们就倒过来走 因为他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他们知道 他们下来的这个路段不长 有目标往那边去走呢 往高速爬呢 是有机会的 他如果往里面走就死掉了 所以说呢 他们是倒过来往外爬 但是这个心理人呢 他不会游泳 他有几次都跟另外两个 他的老板和老板的年纪讲 你们先走 那两个人都绝对不愿意拉下他 最终就是把他架在中间 大家顺着那个管子摸着往前爬 然后他说隧道里面就停电了 隧道停电那一刻 他说是最绝望的 也就是冰冷的水 这时候呢 完全灌上来 每个人都呛了很多水 同时呢没有光以后呢 就完全的漆黑一片 这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求生的希望在哪里 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 每个人都紧紧的 拉着那个管子一点点往前爬 亏好这个管子比较结实 他们呢因为距离很短 很快呢 他们就爬出来了 爬出来外面不都是有那个露天天井的吗 爬出来以后 这个露天天井里面 树起来还有一根管子 他们是顺着那个树的管子 然后爬出天井 最终三个人就活着出来了 等他们三个人爬出天井以后 谁已经漫到天井口了 也就是说 这个水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按照这个姓李的司机讲 在他们三个人逃生的过程中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人 没有看到任何人从车子里面跑出来 任何人逃生 所以说你说 金广隧道就死了四个人 这个话你骗谁 你给谁相信啊 一个车上死四个人可能都不止 那么多车压在里面 你觉得那些车里面都没有驾驶员吗 都是他们自动驾驶的吗 那些驾驶员都给美帝国主义接走了吗 所以说呢 共产党的谎言 你相信你相信共产党你就跑步火葬场 到今天都很多人认为 郑州这场洪灾是因为大雨所持 是连续下了几天暴雨 我可以讲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郑州网上发出来的视频 看到大量的这个急流 尤其是急流中很多郑州市民 抢救那些落水的人 我从这个急流里面 马上就判断出 这根本不是下雨吗 这百分之百是水库拉闸 是一种高处的拉闸泄洪吗 这种就是人为造成的吗 哪是什么暴雨呢 所以说呢 我在第一个做有关郑州视频 郑州洪灾有关的视频里面 我就明确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就是政府拉闸 然后拉闸以后泄洪 导致了下游 导致了郑州市他们大量的受灾 为什么流到郑州市 我当时的解释就很清楚 是因为各地盲目建设 他们已经破坏了当地的这个基本建设 破坏了当地的水温规划 由于各自为政 大家建了各种高楼 建了各种建筑物 最终是因为建筑物改变了这个流水 它的这个流向 使得本来不想淹到郑州的 希望淹到农田里面的这个水 改变了流向以后 最终冲到了郑州市 而郑州市它恰好也属于下游地端 这样的话冲到郑州市以后 一下子就卸到郑州市 给郑州造成了那么大的灾害 我当时就有这个判断 当然了有观众质疑 认为我把什么灾难都赖到共产党头上 你觉得这是赖到共产党头上吗 中国哪一个人活不是共产党制造 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张文件的图片 这张图片就清清楚楚显示出 郑州防汛抗汉指挥部 他们用内部电报的方式 在7月20号就通知了所有的下属单位 告诉你们长张水库正在紧急泄洪 他用电报是告诉下属啊 告诉你已经泄洪了 但是公开报道 他们是到业里面才发给老百姓的 而他们已经把红蟹的老百姓淹死了 他业里面才来通知啊 电报他是提前通知 提前通知是告诉下属单位 你们做好准备 也就是你们该泡泡 该转移转业 至于草民们死 草民们死就让他们为国捐去吧 因为这个泄洪 它这个泄洪量是相当大的 按照这个文件上所指泄洪量 它这个下泄的流量达到了每秒钟 就100立方米 这样的洪流下来有几个人活得了 只有这些官员可以他们早知道 他们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转移掉 他们早就逃跑掉 那些高官也不担心 那些高官他们的家里面人 早就在美国 在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财产什么都在海外 淹死你们这些草民你们就为国捐去啊 所以说共产党根本就没在乎郑州人民的生命 也不在乎存国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在共产党眼里面你们草民就是为国捐去的嘛 在中共官员和他的御用专家这些文人眼里面 草民就是要当做傻逼来忽悠 就是要给你们草民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 什么叫报效祖国的机会 就是为祖国当炮灰你们就很光荣啊 你看金战荣金战荣作为一个所谓中南海的专家 他就是这么一天就这么过的 他一大早发微博他就煽动草民 告诉你们说河南大水是要警惕帝国主义的气象武器的攻击 也就是敌对势力和帝国主义用气象武器攻击了河南 也就是河南大水它真正的来源是帝国主义攻击导致的 也就是他马上把这个灾难就赖到帝国主义头上 一开始是赖到老天爷头上说是天灾 后来看很多问题用天灾解释不过去了 现在就赖帝国主义了 赖完帝国主义就赖我们这些境外敌对势力啊 都是我们境外敌对势力挑动大家 然后攻击党和政府啊 要不是我们这些境外敌对势力为你们呼吁 要不是我们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每天在视频里面暴露真相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的那些情况 无人知道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像金战荣这样的人就去挑唆小粉红 告诉你们是帝国主义的气象武器 他一大早就跟你这样说 但是晚上呢晚上就到美国大使馆跟美国官员去共进晚餐了 像金战荣这种口识心扉专门骂帝国主义 早上骂帝国主义晚上跟帝国主义吃饭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人在中国少吗 在中国这样的人屡见不醒啊 也就是这样口识心扉无耻的官员 无耻的文人在中国越多 也就是说明中国这个社会腐烂的越快 因为没有底线嘛 所以说呢中国就一查一查诞生这种韭菜人 也就是拥护着共产党 拥护着金战荣这种 早上忽悠是帝国主义气象武器 晚上就跟帝国主义吃饭 并且很多小粉红被忽悠着 他们都坚信不疑 这是帝国主义的破坏 所以说郑州大水 马上就把这个屎盆子就扣到人家帝国主义头上 这就是共产党干的嘛 共产党现在为了加速韭菜的生长 因为什么 现在老年人多年轻人少 过去呢一胎吃呢已经扛不住了 现在他们要号召要三胎 但是他号召全民生三胎 在育林中的妇女都不愿意生啊 大家养不起孩子啊 大家自己住房要供得很高的按捷 可以讲每个月吃饭的费用都不够 到哪还有能力再生第三个孩子呢 加上这些孩子 他们要上那么多课外班 课外补习班的这些费用多高啊 所以共产党现在开始整顿校外培训班 曾经赚的盆满钵满的校外培训机构 现在迎来了他们的寒冬 也就是中共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在昨天7月24号就专门印发了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然后呢就规定 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一类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也就是所有的教育机构 不准你们资本化运作 而且是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 现有的统一登记为非营业性机构 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中国概念的教育股 就应声大跌 也就是新东方啊 好未来啊 这些都是因为它这个股价波动很大 好未来的股价波动大到已经被熔断 最终就是中国在海外丧失的三大教育股 他们这个跌幅啊 到了他们今年最高点和现在跌幅的最低点 他们最终这三个股损失了近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过去这些校外培训机构的好日子 已经过去了 共产党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呢 目的就是减轻一些家长的负担 然后让你们去生 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做炮灰的哇 有的把孩子好不容易养大了 要么是在灾难中死掉了 要么在灾难中侥幸成活了以后呢 成活以后就歌颂党哇 网上有一个小粉红 一个女的写的很清楚嘛 她这个帖子里面就说 她本人遇到多大的灾难 她的什么姨妈舅妈 什么她母亲现在遇到多大的灾难 她家里面有多少乡亲爱在水里面泡的 她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绝望 这是她发的一个帖子也就是在灾情过程中 她感觉到非常的绝望 但是呢灾情一过呢 她马上就告诉大家 要注意境外地对势力 要注意境外地对势力 抹黑我党 抹黑我们党和国家政府 我们要团结起来 我们要战胜困难 我们死都不怕 到了这时候她死不怕了 当时快要死的时候什么状态呢 也就是这种人死了就是白死 因为死了以后 她此生无悔入华夏 但是她活了活了以后就卸党隆恩 所以说共产党培养的这样的小粉红 培养的越多呢 那共产党的炮会越多 也就是我们从郑州这个灾难中 我们已经明明确确看到 我们痛定思痛 我们应当总结的是这个灾难 是什么导致的 是谁给你导致的 我们要不要去找出你们的来源 解释你们的真相 然后以防下一次 如果你是抱着死了就为国捐躯 活着你就感谢党 你抱着这种心态 那你下次一定会死一回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